好,那么下面呢,我们来看一下信息收集DNS,那么域名解析原理,那么说到域名解析原理呢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DNS服务器,那么什么是DNS服务器呢,那么也就是运行DNS服务器程序的计算机,那么这里呢,存储着DNS数据库的信息,DNS服务器呢,它分为根据DNS服务器,顶级域名DNS服务器,这两个。 那其中呢,根据DNS服务器呢,有13个,都存储了全部的顶级域名服务器所在的地址,而顶级域名服务器存储了每位客户所注册的主机地址,那么这里对应到163.com这个级别,那么也就是说啊,我们注册一个域名,比如说水尬的点CN,那么域名注册成功之后呢,那么你要想使用它,必须得购买一台服务器,对吧,每台服务器有对应的IP, 那么会将这个域名解析到这台服务器对应的IP地址,也就是域名解析,那么这个解析的记录呢,就存储在DNS服务器里面,那么当你通过浏览器去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,对吧,它都能解析到这个IP,访问到这个服务器,对吧,直接就可以打开这个站点了,啊,是这个意思啊, 好的,那么下面呢,我们来看一下了域名的记录,啊,那么这个解析的记录啊,刚刚我说了,将域名解析到对应的服务器的IP地址,啊,那么这里就是域名解析记录,那么其中包括A记录,CNAM,别名解析,NS,MX和PTR,这几种类型,啊,那首先呢,我们来看一下A记录, 那么A记录呢,是我们大部分站点都需要做,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解析,啊,那么叫正向解析,啊,A记录,Address,地址,那么A记录呢,是将一个主机名,对,和一个IP地址关联起来,那说白了就是将域名和IP地址关联起来,啊,这也就是大多数啊,客户端程序默认的查询类型,那比如说我将学A.CN,解析到这个I, 这个IP呢,对应的就是学A.CN的服务器的IP地址,啊,那么就是我们来通过浏览器啊,打开一个域名,它之所以能打开这个站点,是因为我们将这个域名和对应服务器的IP地址绑定在一起了,对,解析到这个IP地址了,啊,这是A记录,啊,那么第二个呢,对,相对于A记录正向解析,那么它还有一个什么,反向解析, PTR记录,那反向解析呢,就是将一个IP地址对应到主机名,也就是域名,啊,那么这些记录呢,保存在这个IINADDR.ARPA域中,那么也就是说啊,通过IP解析到域名,啊,正好和A记录是反过来的,反过来的,好了,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啊,那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一下的, 另外一个CNAME,那么也叫别名解析,啊,那么别名解析,别名记录,那么也称为规范名字,那么这种记录允许你将多个名字,映射到同一台计算机,那么也就可以将多个域名,映射到同一台计算机,啊,那么比如说,我们可以将,对吧, 这个域名,3w.学尬.cn,比如说对应到IP是8.8.8.6的,啊,外部点学尬.cn,也对应到这个IP地址,好吧,那多个名字,对吧,对应到一个IP,那么这是什么,别名解析,啊,好的,那下面呢,我们来看另外一个,啊,MX, MS,也叫邮件交换记录,啊,哎,它指向一个邮件服务器,啊,主要是用于电子邮件系统发邮件,是根据搜信人的地址,后续来定位邮件服务器的,啊,那像一般企业啊,对吧,那么有的可能有自己的邮箱服务器,或者使用第三方的企业邮箱,那么它呢,就会存在这个,MX记录,啊, 对大家要了解啊,那比如说一般常规的啊,常用就是这种,Mail.雪尬.cn,或者是Mail.163.com,Mail.qq.com,是吧,qq邮箱,163邮箱,是不是都Mail开头的,那么像这些,他们都有自己的什么,MX记录,啊,自己的邮箱,啊,那么当有多个MX记录的时候,那么也就多个邮件服务器,啊,有可能会存在啊, 那么这需要呢,设置数值,来确定啊,其优先级,通过设置的呢,这个优先级数字啊,来指明首选的服务器,啊,你首选使用哪个邮箱服务器,对吧,那么数字呢,越小,表示它的优先级越高,越优先,那比如说像这种,好吧,那个Mail.雪尬.cn,啊,或者是这个学神啊,还有其他的邮箱服务器,那么可以通过这种优先级来确定, 我首先,我首先,首选使用哪个,我们再来看一个NS,啊,记录,NS,NameServer,啊,名称服务器,那么它记录呢,是域名服务器的记录,那也称为授权服务器,那主要是用来指定啊,该域名由哪个DNS服务器来进行解析,啊,那比如DNS.雪尬.cn,啊, 那么这个呢,就是一个域名服务器,啊,那比如说每个域名服务商啊,对,每个ISP,啊,服务商,那么它,比如说阿里云呢,腾讯云呢,他都有自己的DNS服务器,那么这个DNS主要是进行了域名解析的,啊,好吧,然后呢,大家呢,我想很多同学是不是有没有玩过,那个,注册过自己,有没有自己的域名, 对,那么这里呢,给大家留个注意,啊,留个注意,就大家呢,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的,啊,比如说我们一般注册域名在哪里住呢,阿里云,是吧,对,比如说旺旺点,阿里云点.com,那么大家可以到这个,对,网站上呢,注册一个自己的域名,啊,那么域名呢,其实很便宜啊,有几块钱,几十块钱的,就是一年五十块钱,对吧,买个域名,然后绑定到你的云主机上,那么你就可以自己搭建一个站点, 通过域名去访问了,啊,访问了,当然有一点就是说呢,嗯,这个域名啊,你买完了,如果你买的是国内的服务器,啊,或者是虚拟空间,那么你要将域名解析到你自己的服务器上,你要想实用的话,这个必须得进行备案,啊,国内的服务器必须备案,不备案的话,你是用不了的,那除非呢,你要不想备案呢,买个国外的服务器,也行啊,那么这域名也很便宜,像有的域名有几块钱,啊, 我记得国外好像有一个站点吧,对,那域名不到十块钱,一个啊,那么大家呢,可以自己去买一个啊,体验一下的,我们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站点,阿里云的啊,我早等一下的,好,那么如何注册呢,那其实首先你得注册一个账号,对吧,这个就不讲了啊,这很简单,那比如我要注册一个名称吧,是吧,那么这个,这个名称自己随便起, 然后后缀呢,你自己选,你想注册哪个后缀的,比如.com的,点cn的,点top的,各种后缀都有啊,那比如我想注册一个root的,是吧,那这个域名肯定早被注册了啊,非常火啊,非常火,我们查询一下了,查询的目的是个,这个域名有没有被注册,如果没有被注册,我们就可以来,对,进行注册了啊, 你看这已经注册了,然后这个其他几个呢,都是啊,也被注册了,那现在是对外卖的啊,这个比较贵呢,root点vip啊,那或者说我们随便,随便再起一个啊,学尬的root这个域名啊,我估计这个不能有被注册啊,这个域名横盖,也可以啊,然后呢,比如说这是首年价格55,这个是29,是6块钱啊,这个便宜是吧, 那些大家买个最便宜就可以了啊,自己体验玩嘛,是吧,对,或者这个,都可以,都比较便宜,点击加入清单,先注册登录,加入清单,购买就可以了啊,光有域名呢,你还不行,它还得有一个服务器啊,服务器的话,一般来对一个阿里,新注册的一个用户啊,都比较便宜,一年一,你不需要买这配置太高的啊,那么一年也就不到100块钱吧,是吧,呃,买个香港, 香港呢,也可以,不需要别案,这样比较方便一些啊,或者是买个VPS,比如搬老公的VPS,也可以啊,将自己的域名直接解析到对应的IP地址,服务器IP地址就可以了啊,那么这个呢,给大家说到这里啊,购买一个域名,那么这个呢,不做强制要求,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,好吧,买不买呢,对咱们扣命课程的学习呢,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,好吧,好,那么下面呢,我们来看,那么一个DNS缓存服务器啊,DNS服务器我们了解,它里面是存储的,关于域名啊,对应的IP解析的记录,对不对,那么DNS缓存服务器是什么呢, 这个缓存服务器啊,它不负责解析域名,只是什么,缓存域名解析的结果啊,缓存嘛,将域名解析,我存储到这里缓存里面啊,那你下次再访问的时候,直接从缓存里就能读了,不需要再走DNS,是吧,域名服务器了,这样能够更快速一些啊,更快速一些啊,下面呢,我们来说一下DNS啊,解析查询的方式啊, 我们了解一下的啊,那么这个呢,有D规查询和迭债查询,那么也就是说,我们当在浏览器输入一个域名,按下回车那一瞬间,对吧,它背后都发生什么事情,这个网站是怎么显示出来的,域名是怎么解析的IP地址的,是吧,那么我们来看整个查询的过程,那么一个DNS查询过程呢,通过八个步骤的解析啊,就使得客户端可以顺利访问,比如, 比如说,像3w.163.com这个网站啊,这个域名,但是呢,在实际的应用中啊,通常这个过程啊,是非常迅速的,那比如我们打开一个网站也就两三秒,或一两秒就打开了,对吧,但是它,这个DNS查询要需要经过啊,八个步骤,通过一张图呢,来看一下整个域名解析这么一个过程啊,那么首先呢,对,这是一个网络的客户端啊,那么也就是你啊, 你的电脑,那么通过你的电脑打开浏览器来访问3w.163.com啊,这个域名啊,那么当用户通过浏览器来访问某个域名啊,浏览器呢,首先要在自己的缓存中,本地缓存中,去查找是否有该域名对系的IP地址啊,那么这个缓存呢,如果你曾经访问过该域名,而没有轻工缓存的话,它便存在,好吧,如果有,直接就访问了,读缓存。 好吧,那么这是浏览器缓存啊,那么浏览器缓存呢,如果没有的话呢,它会从你的系统缓存中,对吧,就是说,呃,如果浏览器中啊,没有域名对应IP,那么则会自动检查你用户计算机系统有一个host的文件啊, sost,对,这个文件里面,那么DNS缓存是否有该域名对应的IP,啊,那么就说什么问题,比如说,那么你啊,可以改host文件啊,在这里加个域名解析记录,比如说,你把那个3w.淘宝.com,对,解析到你本地的IP,是吧,那么它肯定会读它, 是吧,先读它,它优先级啊,大于它这个DNS辅寄的优先级,对吧,那你说还能打开,打不开了,是吧,首先是读浏览器缓存,浏览器缓存没有,读系统缓存,就是host文件,如果host文件里没有对应域名到IP的记录,对吧, 然后接下来它会查询第一,路由器缓存,啊,那么这路由器缓存呢,就是当进入路由器缓存中去检查,好吧,有没有对应的域名到IP的一个记录,如果没有,对吧,这三个都没有,怎么办呢,那么它会往上走,好吧,往上查,往上去查询,啊,这个是缓存啊,本地DNS缓存,先查缓存,这些缓存呢,其中有浏览器缓存,系统缓存,还有路由器缓存, 这些都没有呢,怎么办,对啊,那么它呢,会网上查,啊,进入ISP,也就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,DNS缓存中去查询,那比如说你用的是电信的网络,那么则会进入电信的DNS缓存服器进行查找,对,那么这都是啊,查缓存,如果你的,对,运营商缓存没有,那怎么办呢,在网上走,到DNS跟服务器,去查询, 啊,那么全球呢,仅有13台跟域名服务器啊,一个组跟域名服务器,然后呢,还有其余的12个为辅助的啊,跟域名服务器,跟域名收到请求之后,对,这跟域名服务器啊,收到请求之后,然后他会去找,啊,对吧,去查看区域的文件记录,啊, 如果没有,对吧,没有,看啊,比如说他告诉你了啊,那么这个.com,是这个区域管理,是不是啊,对,然后呢,让你去找谁啊,找他,他知道答案,嗯,那么就是,那么他可反馈给你了,是吧,反馈给你了,对吧,他根据请求呢,到后台查询区域文件记录,对吧,若无则将其管辖范位内的顶居名, 他管辖范位内,你看你那属于.com的,对不对,对,把.com这个顶级域名的服务器IP地址,告诉你本地DNS服务器,你就到那去找吧,对吧,他负责解析这个,好吧,.com域名服务器,好的,那么你呢,收到这个想用之后呢,你到这去找,啊,那么顶级域名服务器是干什么用呢,顶级域名服务器啊,收到你这个查询请求之后啊,对吧,他去查看区域文件记录, 那么如果没有,对吧,如果没有他,对吧,没有怎么办,他即将管辖范围内的主域名服务器IP地址告诉你,就告诉你啊,啊,你这是163.com的是吧,那么163.com这个主区域的服务器啊,应该知道答案,那么给你呢,地址,对吧,IP地址告诉你,让你去问他吧,好吧,然后返回给你,啊,返回给本地DNS服务器,然后呢,你再去查询什么, 163.com这个预服务器啊,那么这个属于什么,这是主域名服务器,主域名服务器呢,接受到请求之后呢,查询自己的缓存,好吧,如果没有,则进入下一个,下一集域名服务器进行查找,啊,并重复该步骤,直到找到正确的一个记录就,OK了, 然后呢,返回给,这个本地DNS服务器,好吧,那么此时呢,收到这个结果之后,啊,是吧,163.com对应的IP地址是这个,那他先把这个解析记录呢,缓存到本地,缓存起来,啊,以备下次使用,好吧,同时呢,把这个结果IP地址告诉这个客户,啊,那么他就打开这个网站了, 下次再访问这个域名,直接读缓存,不有,已经有记录吗,直接访过了吗,直接就不需要向上查询了,直接从缓存中读取,他的记录了,这个呢,是整个域名解析这么一个过程,啊,啊,那把这整个解析查询的过程,啊,我整理到这里,啊,DNS的查询过程,啊,一共分这八步,好吧,